现在看什么股票 这个股票大跌了 怎么样安全的去抓底 有一些人呢 他们告诉我 这个美股已经起了 其实呢 还没有真正的起 真正的起呢 是在接下来的两到三个月 那个市场的可能呢 要往上跑了 所以呢 暂时很多的这些好的股票 还没有起 今天呢 会跟你分享几只非常好的这个美股 嘿大家好 我是Andy Yu 所以过去的这个15年呢 身为一个股票经纪 我得了很多的这个奖项 也呢就是呢 交了很多 超过一万多个这个学员 所以在这边 还没有看下去之前 先帮我点赞 还有订阅这个频道 因为呢 每一个星期 我们都会有就是新的视频 嘿这一期呢 跟你说一些漂亮的美股 还没有跑 可能呢 接下来两到三个月呢 是一个机会 嘿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继续看下去 有一些股票呢 如果它有反弹 它离那个出场位不是很远的话 好像这个Marsing的话 如果它跑回1块8 跑回1块9 还是可以关注了 不过呢就是呢 整体呢 这个市场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 不是很漂亮的一个uptrend 所以如果这个市场呢 它还是保持着这样子的一个pattern 尤其是呢 从这边呢 它往下掉 OK暂时呢就是呢 这些风险都是非常非常的高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这一波 其实呢 如果啦 庄家是离场 散户进场 这样子呢 OK其实呢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还是一样呢 就是呢要 比较小心一点 要小心什么呢 小心这个庄家呢 可能呢就是 继续的就是卖 所以呢这边呢 还是要小心就是 看一下呢这个庄家呢 有没有呢就是呢 继续的去丢票 所以如果没有丢票 OK我们慢慢进回 30% 40% 50% 慢慢进 如果庄家呢是 有丢票的话 这样子我们从50% 再退回30% OK这样子呢也不会有问题嘛 对不对 有一些人 哇他如果现在all in 这一场 如果庄家 现在呢丢票 OK 哇你来不及跑 所以在那边呢 我是觉得不急 我们呢是不急 给别人先赚 我们呢比较保守一些 那些比较稳的银行股 Gamuda这些 比较大的股票 OK就算呢你要去抓那些 比较大的那个科技股 科技股也是 掉的蛮多 或者是有一些 大的股票啦 OK他们掉的蛮多的话 OK你要去 抓那些大股 蓝筹股 其实呢还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OK最怕呢就是呢 有一些朋友呢去抓那些小股 所以如果你去抓大的股票 OK大的股票就是那种 比较重量级的啦 什么franken啦 其实呢都还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去抓底啊这些不是很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呢是那些就是小股 OK那些小股 所以如果你是抓那种小股什么 CEB 这些 哇我跟你讲 这一个呢 真的是呢就是呢 太过刺激了 你如果是抓那什么 P&B Tech 这些呢全部呢 太过刺激的股票 所以这些太过刺激的股票呢 我觉得呢还是要小心 这些什么SFP Tech啊 这些呢全部呢都是呢就是呢 你要比较小心 这种什么Sunview啊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呢这些都是在Stage 4的股票 而且他们也是就是算是比较小 然后呢比较大家都不看了的这些股票 Downtrend的股票 所以这些呢都要非常的小心 OK 所以你看这个Pcamp 你们觉得还会掉吗 会掉到多少 我们一年后看回这个股票看一下 它一年后呢是掉到多少 所以整体呢 OK整体呢这些呢你发现到吗 就是讲这些股票啊 UWC啊Penta啊 这些呢全部呢都还在这个Stage 4 所以整体这个市场 它都是在Stage 3跟Stage 4 OK所以如果它是在Stage 3 是在Stage 4 还是呢就是呢要比较小心一点 直到呢我们看到呢 很多的这些股票跑回Stage 2 直到呢我们看到呢这些股票呢 OK Short-term bearish swing 这些股票 OK它跑回高过这个紫色线 就是呢过关了 哪一些股票呢很重要 这些呢什么SCGB啊 0.225对不对 如果它高过高过1块 这些呢都是好的现象 OK Suncoin如果它高过4毛9 OK都是呢一个算是呢 一个好的现象 所以刚才讲的SCGB在这边 然后呢KGB 我高过呢这个3块5 5毛半 OK就是等于呢它橙色 转绿色对不对 所以橙色转青色的时候 是比较up trend的时候 所以呢这个CCK也是呢一个比较 靠近紫色线的 所以呢它要过这个紫色线呢 只是差那一天了 可能明天后天它就越过去了 对不对 其他的ture-sync 没有什么up trend 这个就不抗 Gamuda呢还比较好一点 所以Gamuda这些呢都是比较重要的股票 Gamuda Suncoin SCGB SCGB Bahat 还有呢就是呢 这个construction的index Utilities的index 然后呢就是呢Tanaga 这些呢都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其他的property还差一段路啦 而且那property呢就给我的感觉就好像不大对耶 就是跌这么快危险啊危险 so overall我们是比较保守 给别人先进场 我们呢赚少一点无所谓 为什么呢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现在赚少一点无所谓 就是因为呢其实你要从哪里看起 你要从这个YTL Power这边看起 我们呢从这边就一直抓这些YTL Power啊 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 所以呢怎样讲呢都抓了差不多一年多 或者是抓了最少半年 最少半年或者一年啦 所以呢整体呢 我们现在不急着去进 这些什么masing啊 也给你抓了这么多了 就是讲这里100多个percent啊 这些很多这个trend呢已经是给我们抓到了 所以呢在这一段呢不急着进 所以如果你很急很近 你觉得哇要抓到现在要赶快的去 要发达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呢可能我会比较小心 反而你买这些什么3REDS啊 REDS反而我觉得可能呢还比较有机会 REDS这些呢比较有机会 所以呢这边什么REDS啊 什么Keep REDS啊 OK这些呢3REDS啊 Keep REDS啊 OK我觉得现在呢这个资金保守一点 比较OK So Keep REDS啊 什么CIMB啊 OK这些 这些呢比较保守的股票 OK所以Keep REDS CIMB SunREDS啊 OK现在呢 这些呢都是呢就是呢 OK避风港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股票呢它的波动比较大 这些呢反而它的波动呢就比较小 So overall OK我觉得呢多看这个美股 因为呢美股好的话我觉得呢美股的机会呢会比较多 这美股呢其实呢主要的地方OK主要的地方呢我关注的啦 OK还是呢在这个NVIDIA NVIDIA呢OK这个礼拜呢它要高过这个107先 高过107再高过109越高越好跑得越快越好 所以如果呢能够呢就是呢涨回上来 首先从这个底部一个bottom先成功先 然后呢再过这个short term trend 然后再过这个mid term trend 才度过危险期 So整体呢这个NVIDIA呢是有一个蛮大的一个discount 它算是呢跌了下来 So也还没有真正的跑回上去 了解吗还没有真正的就是rebound 很多人呢他们会讲哇这个 美股反弹了美股反弹了 其实呢美股还没有真正的反弹 所以如果你说meta反弹这个是真的 所以meta呢它公布了业绩 业绩呢是蛮好的 然后呢拉回来市场不好拉回来 然后现在呢继续的往上涨 所以暂时呢meta呢这个facebook啊 是属于呢这个蓝筹股Megacad里面呢最强的一只股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市场是不是呢继续往上跑 其实呢这两个股票是中头巨啊 大家呢都是要关注这个meta还有这个nvidia 所以nvidia如果没有跑的话 其实呢是一个很失望的一件事情 就是想对这整个市场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失望的 有跑的话代表市场在恢复当中 所以当然这个nvidia会不会跑 ok有另外一个大哥就是讲他的兄弟 ok他的兄弟就是tsm 所以tsm呢已经开始往上跑 所以如果tsm继续跑 继续往上涨 ok希望呢就是呢也能够呢带动这个nvidia 所以整体这个美股它其实呢是跑这些银行股 暂时啦这些rebound啊或者是跌的比较少 其实是银行股dowjones的这些股票 所以整体还是呢需要蛮大的一个就是讲资金流露啊 就是资金如果没有进来的话 如果这些什么tesla全部没有反弹啊 nvidia没有反弹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讲哎其实整体呢这个市场呢还不是说哈已经度过一个真的一个危险期 所以在这边要看到这个nvidia过107 109 ok 110这样子哇上ok才是呢真正的就是市场比较好 so overall ok那些什么 microsoft真的反弹了万一讲 其实还没有还是很便宜 所以如果你问我这个美股比较好还是马股比较好 ok我可以跟你说马股呢看起来像是呢在这边反弹了还没有掉 你懂吗所以马股看起来呢像是呢就是讲他拉了拉下来第一段 然后呢回去第二段还没有真正的一个大调整 马股看起来还没有感觉上啊 不过美股呢他就真的是调了蛮久了一个多月了 所以呢美股其实呢是感觉上啊机会呢是比较多 而且这些股票呢 microsoft啊这些苹果啊 可以他们呢都是就是国际的一些大公司啊 所以呢如果呢真的是买到他的一个低位 有时候呢你可能半年一年你都不需要去看他 我觉得暂时啦这些google啊这些美国的这些股票 我觉得呢是一些机会 因为很多人他们不知道哦原来呢这个alphabet google 其实就是他每一天看的youtube 他不知道所以如果他知道的话 他讲哇如果我知道的话过去这么多年 如果给你买到其中一个这个低点 一个bottom signal如果给你买到这个bottom signal 其实呢你接下来呢五年都不用去看他 可能呢你的二十多块就变翻倍了 翻凤几倍了了了解吗 所以呢现在呢google他也是呢就是跌了下来 拉回了下来所以如果真的是这边是一个底部 你可能呢接下来呢几个月 或者是呢可能几年你都不用去看他 因为呢这个也是现在呢最大的一个趋势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美股 你不会的话不用担心 我们这边呢我们现在有一些license的broker啊 可以呢就是介绍给你 如果你是youtube的话找我们的link whatsapp给我们的team 在下面的chat那边呢有一个link click那个link whatsapp给我们 OK告诉我们呢你要想要学做这个美股 所以在这边呢记得定要来这个股票投资新蓝图 OK你问我啦 有什么东西是最便宜的课程 其实这个股票投资新蓝图呢 这一个呢是最便宜的课程 平时这样子的课呢是五千块的 现在呢只是一百块 所以呢大家来聚一聚 然后呢一起学习 一起找这个新的趋势 千万不要错过去这个news.marketbluepin.com 如果你不会买票啊 你可以叫你的亲戚朋友呢帮你买票 每一个人他们都会从不同的地方来这个KL 一年呢我们见一次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大趋势的traders meetup 接下来呢这个KL呢再见 OK所以今天就讲到这边